词曲 李宗盛 请合掌 拿摩本世释迦摩尼佛 拿摩本世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未妙法 百清万劫难遭遇 百清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要是今作为善男子善女人 大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着 好 我们打开经本 这个第八页 我们今天呢 来学习 药师如来的第二大愿 我们知道药师菩萨呢 这个在印第啊 发了十二大愿 那这十二大愿呢 我们上一次和大家讲过了 是以苦祭密道 苦祭密道啊 这四圣地 来发的 这十二大愿 那 苦地 发了第六 第七 第八 第十 十一 十二大愿 那个屏幕上面有 可以看到 是讲苦 讲十方世界的苦 讲我们素婆世界的苦 所以第六愿 第七愿 第八愿 第十一愿 第十一愿 十二愿 是讲 这个十方世界的苦 那 第九大愿呢 它是讲的苦的根源 第九大愿是讲苦的根源 为什么会苦 那 第一大愿 第一大愿 跟第二大愿呢 是讲 佛 果地的功德 密尽的一切烦恼 得到什么功德 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一大愿 你看 在 要是 牛尼金土的众生 都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那这个就是佛果地的功德 那今天讲的第二大愿呢 那也是 佛果地的功德 那 要想得到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以及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大愿 深入流泥 立万名策 金武侠惠 光明广大 功德位位等等 那 要想得到这种功德呢 那我们要秀道 秀什么道呢 所以第三大愿 第四大愿 第五大愿呢 这个是 讲的 以道地 而发的大愿 那我们上一次 讲的第一大愿 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大愿呢 是讲 果地的功德 就是往生到 这个 一密地而发的大愿啊 就往生到 要是流泥逛净土的众生啊 那 多时 能够得到 三十二大丈夫相 八十随行 好 乃将颖其身 这个是诸佛 诸佛界相同啊 所以你看我们往生到 极乐世界的众生 那也是得 三十二相 八十 总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二大愿呢 这个大愿 为 要是佛 独居 啊 其命那一条大愿呢 一切众生成佛 借得三十二相 八十中好 到极乐世界 也是三十二相 八十中好 那 在要是流泥逛净土 也是三十二相 八十中好 这三十二相 八十中好 我们上一次讲的 是第一 大人之相啊 第一佛的之相 那我们看 第二大愿 我们来合掌 把它念一下啊 我们自己的 也要像 要是佛一样的 来发起 这样一个树生的大愿 第二大愿 愿我来世 得菩提时 深入流离 密外名策 今无辖慧 光明广大 功德位位 圣上安住 愿我壮年 过欲日月 众生 心蒙开晓 随意所去 作诸事业 方程 这第二大愿 我们刚刚讲到的 唯要是佛 夺聚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愿文 愿我来世 得菩提时 就是我将来成佛 这个时候 要是佛 他还没有成佛了 要是菩萨 因为成佛之心 首先要发大愿啊 而且这个大愿呢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都是 称性的大愿 所以等我将来 成佛死 这得菩提啊 就是成佛 那成佛呢 要怎么样 圣辱流离 这个生辱流离 这个生 我们知道 佛有善神 哪善神 法神 报神 化神 法神 结局理性为神 报神 结局智慧为神 化神呢 是 极具音缘 极具功德 为神 所以 化神 我们看 这个 头颖上面 都有啊 极具 无量 无病的 树生 功德 为神 也就是我们 秦明所讲的 它极具 种种的音缘 这个化神佛啊 庆降游水 庆降渊 它就 就像天上的 月亮一样的 遇到水 寄心 其身 那化神呢 它遇到 有缘的众生 它就要 四行化神 来度化 有缘的众生 所以佛是 善劫 修佛慧啊 百劫 修相好 善劫 就是善大 恶正 其解 实践 修佛 修慧 那再化 一百劫的 时间 修 相好 庆颜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 要 度化 众生 所以佛陀 他供得圆满 成就化身 成就化身佛 化身佛 化身佛 他就是度化众生 所以佛陀 供得圆满之后 他有妙观察制 就我们这地方讲 妙观察制 那妙观察制 就是要观察 有缘的众生 叫观济 以示教 因为众生的根基 他有所不同 你看有些人 根基 这个很肃身 很好 有些人根基 很热烈 那他 当然他们都跟佛法 首先要有缘 那 要度化 这些众生 佛陀要 随力 现身 要根据 不同的众生 要实现 不同的众生相 跟众生 打成一片 这样呢 才能实现他 普度 众生的 大愿 所以佛陀他成佛 他不是说为了自己 他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仔细的去研究了这个十二大愿 乃至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愿愿 皆为利益众生 决定不是说为了自己去享受 享受而成佛的 那我们讲到化身 化身 化身 有年种 这个化身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化身是有形有相 有始有重 那化身 有肾化 肾化身 有硬化身 年种 那什么叫 这个肾化身呢 肾化身 这个肾化身就 还有叫 硬肾化身 就随力化身 那我们随心看 什么叫肾化身 我们了解一下 肾化身是佛陀 这个 他具足妙观察制 他观察到一方众生 跟他有缘 所以他应众生自济 应众生自济 这个是完全是他慈弊性的体现 能够大全四限 全巧放病 四星 八象成道 就八象成道 那八象成道呢 就是我们 这个在无量寿经里面也学习 也学习过的 这个 这个 叫尼斗帅 江皇宫 若母胎 错母胎 错家 侠母 转法轮 成道 这个是小称的八象 这个大臣呢 跟他有所不同 还有 这个四星涅槃呢 等等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八象成道 那这个过程 叫圣化身 那什么叫 随力化身 叫现化身 现化身 这个就如 观世音菩萨 普门名当中 所说 应以和身得度 即兴和身 而为说法 比如说这个人 应以佛身得度 即兴佛身 而为说法 应以比丘身得度 即兴比丘身 而为说法 来自于以凡王胜得度 即兴凡王胜 而为说法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今天 所讲的 这个 流离身呢 这个流离身 它是指的 佛的 这个 圣化身 深入流离呀 这个身 是指的 佛的 圣化身 圣化身 那这个 那这个流离自身 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 下面的经文 内外名册 金武侠慧 那这个圣化身呢 如庆舍宝 就像我们这个 四月里面 这个供奉的 流离府 当然这个流离府 没有这么 名策 也没有像这样 形容的 金武侠慧 另外名策 金武侠慧 这个侠 侠 我们通常讲 叫侠次 无丝好瑕疵 这个 是指 比喻 这是一个比喻 这个 比喻这个 玉石 无丝好瑕疵 就没有任何的 物点 那 要是佛 他成佛 成佛的时候呢 他的 这个 化身 就像 这个牛里一样的 就像这个 青舍宝一样的 内外名策 金武侠慧 这个 清策特名 没有丝毫的 物点 那讲到 我们每一个众生 其实 具备 如佛一样的 这个叫 牛里 之光 这是我们 今天 这个禅宗里面 经常讲 叫 臭皮囊 臭皮囊 那这个臭皮囊呢 是 夜暴 夜暴 之身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臭皮囊 它是 夜力 所感造的 是一个 化身佛 所以光明广大了 能够并一切数 功德无量 如山 畏畏 赞叹他 赞叹之也 那我们再看底下 圣善暗注 阴网 庄严 过日 日月 这个善能 暗注 阴网 状 我们经常唱 赞佛记 赞佛记 这个达普佛的时候 要唱这个 要是佛的 赞佛记 要是如来 流利光 阴网 庄严 无等能 那这个 阴网呢 这个是 一个 辟语 阴 是指的 火焰的 外焰 我们知道 这个火焰的 外焰呢 这个温度 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 外焰呢 这个 复相 叫自了 逛逛相印 所以 结成 罗网 这个是 来形容 来形容啊 这个 要是流利光 这个 化身佛的 庄严自相 这个 化身呢 他 暗注于 我们看底下 暗注于 此 光星 所组成的 光明 灿烂的 燕网之中 那 不但 要是佛 如此 暗注 在 流利世界的 众生啊 亦个人 暗注于 这个 阴网 庄严自中 那 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最能 体会到的 这个光明 来自日月 那 这个光明呢 草日月 之光 这个是 赞叹 要是佛 化身佛的 状言 那我们再看 底下的 敬文 幽民众生 心蒙 开晓 谁 遇 所去 做出 事业 所以我们 很多这个 活在 这个 这个 觉得这个 要是法门啊 他就是 做 延生 佛事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众生 给这菩萨呢 就 分工 要是佛嘛 就是这个 做延生 分管延生 这个工作的 其实不然 那在 这段 阅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祝佛 藉由 大慈闭性 那这个慈闭性 它是有广度的 不但是 利益 扬上的人 那 而且呢 能够立业 这个 敏捷 众生 所以在这段 经文当中 你看 幽民众生啊 信蒙开晓 随一 所去 做出事业 就 要是 流泥逛的 要是 流泥如来的 这个圣逛啊 它能够 召结 幽民 幽民界的 苦恼众生 众生 得到 佛光的 照耀 得到 佛力的 价值 能够 得到 开晓 可以随自己的 意去来 去做它 所乐意做的 种种事业 所以 要是佛 要是法门呢 这也是 明扬 连力的 这个法门 那我们刚刚 讲到了 这第二大院 那我们再看 第三大院 第三大院 是一 到底 所发的大院 我们大众 和长 来把这个 第三大院 来念一下 第三大院 愿我来世 得菩提 时 以无量无边 智慧放便 并有情 皆得无力 所作 莫力 众生 有所 好 好 方长 看这一大院 那这个大院里面 冲翻了 展现了 要是 佛的 这个 大慈大悲 自行 他要成佛 这个目的是什么 要宁住 有情 借得 无尽 所受 永悟 莫力 众生 有所发生 所以他成佛 绝对不是为 自己 我们讲 这个佛菩萨 是有大佛报 大智慧的人 那怎样才能成为 大佛报 大智慧 其实我们学习的 这么多经典 我们会发心 这佛菩萨在印第 发心 他要成就菩提 绝对不是说 为了自己 自私自利 绝对是发心 是为了 拯救 众生 为了 立业 有情 所以一个人 能做 一份大事业 他首先 他的发心 是要为了 立业 众生 那才能成就 他的事业 所以你看 佛陀 他在印第 他没有成佛事 他发的这个月 你看 哪一条院 是为自己 度为众生 那我们知道 这个要是佛 他 这个大慈大悲 我们刚刚讲的 他是为了拯救众生 拯救众生 在这个月里面 是要以无量无病的智慧 放病 自祭众生 那从第三月 到第四月 第五月 这三月呢 我们刚刚讲的 是以 道地 所发 道 就是秀道啊 那道地 我们讲广一点 有八万四千种 发卖 秀道 就是我们要成佛 要秀道嘛 道讲一讲 讲得广一点 八万四千种 发卖 如果把它浓缩 浓缩就是 三十七道品 苦机密道的道 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如果说 再把它浓缩 这个道 一切法门 不错 戒定会 戒定会 所以我们记下来 这三月啊 就是从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它其实就是 一纸 戒定会 而发 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个无量的法门 浓缩起来 三十七道品 这个四色六都 六都万行 然后呢 三十七道品 再浓缩 戒定会 再浓缩 菩萨的三句境界 再把它浓缩 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名号 那 这三月呢 我们刚刚讲 是以戒定会 而发 那第三月 是以会 而发 这菩萨要有智慧 我们知道 这个菩萨 要去度化众生 上一次我们讲的 这菩萨 做菩萨很不容易 你看我们受了菩萨界 这菩萨 你要去 这个 这个 白 菩萨做好 一定要有 善大要尽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经文讲 无量无病 智慧放病 做菩萨要聚病 善大要尽 哪善大要尽 一个叫什么 要有智慧 第二个要有什么 要有慈悲 第三个要有什么 要有放病 所以你有这善大条件 你才能真正的去做一名菩萨 所以你看我们讲起来 我们都受了菩萨界 菩萨界 是以 饶以 有情界 为第一 其他 两条 介力 是 佛语 饶以 有情界 什么叫 饶以 有情界 就是要 立业 众生 为第一 你做菩萨 首先要考虑 别人的感受 不是考虑 自己的感受 所谓的 叫换位思考 那 我们看 这善大要尽 我们经常也讲 第一个有慈悲 这个 我们刚刚讲 要是佛 十二大悦 它是 因为什么而发 因为慈悲性 有慈悲 他不舍众生 有慈悲性的人 他才不舍 不舍弃众生 他才发 发愿 我要去度众生 我要去做事 这样才能实行 他的人生价值 他没有慈悲性 或者他慈悲性很小 那他就不愿意 发这个心 我要去度众生 慈悲性决定 他是否愿意 去度众生 但是愿意 去度众生 我们刚刚讲的 你去度众生 但是你自己 没有着个的智慧 不是你去度众生的 你就是发现去度了 结果 你可能比众生 给度走了 所以有智慧 他才不沾染 他才不沾染 不沾染 陈老 有智慧 才不沾染 陈老 你去度众生 众生刚强 南条南弧 他不理解你 误解你 来自于还弱骂你 结果 你跟他对着看 对着吵 那这个是 你去度他 结果兵他给度走了 烦恼性起来 所以做菩萨不容易啊 而且有这脸啊 还不够 不一定能度得了众生 你第三个还要有放病 有放病才能度众生 就像我们有很多人 他来跟我讲说 现在众生的更新 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说所有人的更新 都跟佛一样 这个佛陀 你看他还要设五称法呢 这个就是放病法 有些人你一下子 叫他来学佛 他达不到这种更新 你让他信学做人 人听圣的法 来就是进一步 圣文圣的法 圆绝圣 菩萨圣 所以这个要有放病 有放病啊 才能度众生 所以我们知道 善聚境界 底下会讲到 善聚境界 善聚境界 他是以 饶意有情界 饶意有情界 为第一 其他设立一界 设善法界 是佛物于他 比如说一个菩萨 他要去度化众生 可能 他要跟众生融入一片 可能他就不像 那个圣文圣的人 哎呦很讲究位移 比如说他去到人家那边去吃饭 我们有些 这个人很讲究位移 一坐 摸不歇死 对吧 这个位移很欺识 但是这个就会破坏这个气场 下回人家就不带你了 所以这个人 你看 我们下回就不带他了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跟众生 打成一片 那没有办法打成一片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度化众生 知道吧 所以 这个菩萨 大菩萨 他是以饶以友情 为第一 可能他的位移 不一定 完全按照那个 因为他 因为种种的应援 他没有办法完全按照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圣文称的那种 设立 设立一界 他跟众生打成一片 他的目的是为了 度化众生 当然 根本的有一点 他的利心 具作智慧 不沾人称道 他有慈悲心 当然你不要去跟众生 打成一片 结果时间长了以后 你真的跟众生 融成一片 融为体了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做菩萨 要犹如临花不着水 亦如日月不出空 所以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菩萨 完全是智慧 你这个相当的 这个能够融入 把他融入的生活当中去 正确的去理解 这个佛菩萨的 这个无量无病的智慧 这个就自己能够把握度 这个很很重要的 好我们看 我们知道了 这个菩萨度众生的三大妖精 那在禁文当中讲 无量无病 智慧方便 其实智慧跟方便 它是融为一体的 无量无病 智慧 这个是错智慧之体 那无量无病的 这个方便呢 方便是什么 是智慧之用 你有这个完全具足智慧的 你才知道怎样去 用好智慧 去利益众生 具足这个放病 但是你 我们通常讲 这个瓷比胜祸害 放病 错下流 那个就是那种方便 就是因为缺少佛法的智慧 比如我们清几天 讲到了 所以如果说也就是 讲到三句境界 讲到那个 欠息价慧界 遇到乞丐 来向我们祈祷 那作为菩萨 我们要慈悲利益众生 如果说他真正的去 真正的是确情 那我们可以给他 但如果说 这样的众生 他不是确情 而是以此为业 那这种情况之下 菩萨可以拒绝 这个完全是 从利益他的角度 也利益 众生的角度 可以拒绝 那这个就是 智慧自用 就你真正的把佛法 这个佛法的智慧 你真正的具足的 真正的具有 这种佛法的智慧 而有些人 执着于语言文字 菩萨遇到众生来乞讨 一定要给予 那执着于这种语言文字 你掌握的是知识 而没有产生智慧 那就更谈不上 有智慧自用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明白 无量无病的放病 这个是智慧自用 所以 不管是 这个放病 还是智慧 二者 其实唯一体 一个是体 一个是用 那这个地方讲 无量无病 这个是来形容 智慧的 圣光 来赞叹 这个智慧的圣光 这个佛菩萨具着 这样的无量无病的智慧 放病 他的目的呢 就是夏文所讲的 宁祝有情 借得无精 所受用物了 莫领众生 有所 发少 是为了利益众生 让众生呢 能够得到 他所需要的 这个反映出 佛菩萨的 大慈悲之心 好 我们再看 这个 第四 大约 导入 大乘 这个很关键 我们来一起 把这个大约 来念一下 第四 大约 愿我来世 得菩提时 若助有情 行邪道者 信念暗注 菩提道众 若助成者 借以大乘而安利 好 我们看 本元 那导入大乘呢 顾名 示意了 就是要让一切众生 要修学 大乘法 大乘 是了义的 那 这个佛菩萨的 我们前面讲的 佛菩萨的这个智慧 无量无病 我们真正的能够 把佛菩萨的 智慧 能够 完全 掌握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起妙用啊 才能起 无量无病的 放病妙用 但是我们知道 佛菩萨的智慧啊 因为众生的 更新的不同 不能 真解如来 正是意 所以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念 诵经 讲经 自行 都要 愿解如来 正是意 这个佛法的智慧 很广博 很高声 法华经里面怎么讲 诸佛智慧 甚甚无量 其智慧门 难解难入 所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 对佛法产生不同的认知 有些人来修学佛法 他说 哎呀 这个 把人做好 就可以了 人成即佛成 有些人这样去理解 对不对 有些人说 哎呀 我就一心求 鸟图生死 就可以了 有些人说 哎呀 我不为自求 人听佛报 圣文音乐来自群臣 唯以罪上身 法菩提心 每个人对佛法的理解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条约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所有的 能死住凡外 凡就是凡辅 外就是外道 善称 圣文原觉 菩萨称 能够按立于大乘 能够按立于大乘 这个属于定 其名属于慧 这个属于定 下一条属于戒 那我们在法华记里面看到了 佛以一大事 因缘 促新 欲世 佛以一大事 因缘 促新 欲世 那这个佛是化身佛 化身佛 我们前面讲到了 寄居功德 寄居因缘为是 他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是什么事情 佛陀他为什么 来到这个世界 为了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 就是要 使一切众生 借物弱 佛自 秦明家一个 静 静借物弱 佛自自尽 所以所有的众生 都能物弱 佛自 自尽 就是改变大家的认知 我们众生的更新 轻差万别 好乐 好要不业 从事项上 事项上来讲 你不能 很难 令所有的众生 都保持 同一种 自尽 很难 很难让众生 都能得到 同一种自尽 这个自尽 就是佛的自尽 如果说 大家都 多物弱了 佛的自尽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多物弱了 弃弱了佛的自尽 认知 标准都一样了 这个世界和平 法力 什么东西都不要了 国家 什么意识形态 痛痛飞除 因为大家的认知 都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要慈悲 利益众生 都是利益他人 那这个世界 你说还需要什么 法力 不需要的 当然这个是个目标 最终的目标 是一个理想 但是面对现实的时候 佛陀度化众生 他还要随机教化 就是根据不同众生的更新 他要讲解 不同的法律 这个 喜欢人听证的 要讲人听法 喜欢圣文证的 要讲圣文法 喜欢菩萨证的 要讲菩萨法 所以在最后 法华经里面 法华经里面 讲到法华经的时候 我们看 法华经里面 就讲得很清晰了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称法 无二亦无善 除佛放便说 这个五称佛法 是 佛陀的 大慈悲 是为了教化不同 更新的众生 他讲的 不同的法 比如说 喜欢人称的人 他就叫他修什么 修五戒 希望来师 能够得生 听到享乐的 他叫他修 十三叶 这个 喜欢解脱的 他叫他修 四地法 这叫圣文称 喜欢这个 成为圆诀 叫他修十二因缘 乃至要成佛的 他叫他修 四射六度 六度万行 这叫五称佛法 但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讲 这个是会参归业了 回小相大了 这个十方佛陀中 唯有一称法 无二一无善 除佛 方便说 这个是究竟 这是讲的究竟 好 我们 再回到其民 那 这佛陀 他慈悲众生 那在这一段 阅文当中 这个 若诸有情 行邪道者 那这个是指 凡夫啊 外道啊 这个凡夫 他的至今 邪至邪尽 那邪至邪尽啊 他必定会造作 种种的邪业 杀到淫妄啊 种种的 这种邪业啊 借去造作 那必然感受 种种的恶果 受苦 受苦无尽啊 那 声文 原诀 他追求自我解脱 其实他的这种境界 以佛的境界来说 也属于 邪至 邪尽 也属于 邪至邪尽 所以追求 自我解脱的 这个也是一种邪尽 真正的 正知正见 是佛陀的自见 但是众生的更新 达不到 我们看一下 凡夫跟 圣文 啊 跟这种二称啊 他们的自见 在 佛陀的 佛陀认为啊 叫霸颠倒 都是颠倒界 那 凡夫 跟 二称 他迷之于 八种颠倒 那 凡夫 他是 指 有违 圣密 之法 有违 圣密 之法 就是我们 我们就属于 凡夫 我们执着于 这个世界 有向的 这些 圣密 之法 我们认为他是什么 是 常 乐 我 静 那据说 这四种邪静 我们觉得 这个世界 是恒常的 我们觉得 这个世界 是快乐的 我们觉得 这个世界 有一个我 可以主宰 我们觉得 这个世界 是清静的 是干净的 这个是凡夫的 四点倒 那二称 二称呢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 自我解脱的 二称的行者 是无为 立盘之法 他之 无为 立盘之法 就佛陀 果地的境界 为 非常 费乐 费我 费尽 所以称之为 这个 二称的 四点倒 所以 凡夫跟小称的 四点倒 加起来 就是八点倒 那具体怎么讲的 我们看 第一个 常电倒 这是凡夫的 常电倒 就 欲事件 无常之法 而起常见 就对这个事件啊 所有的无常法 他觉得是 恒常不变的 不变得 上河大地 不变得 自己的财富 情感啊 他都觉得是不变的 当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就给他带来痛苦 这个是凡夫的 这种 无常之常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痛苦 就是一种 邪之邪境啊 乐电倒 直随事件的 五欲之乐 五欲之乐 就是满足财色 明十岁啊 或者讲色胜相未出 他会带来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你看在佛陀的眼镜里面告诉我 这种快乐 借是 造苦之因啊 凡夫不明此理啊 妄计为乐 我颠倒 什么叫 我颠倒呢 死圣 借因 四大 假和 而成 这个身体啊 是四大 五应 和和而成 地区火风啊 是受想心事啊 那这四大五应 和和而成 本无有我 就没有一个 真正可以主宰的我 但是 弗王父不明此理 欲至圣众 强盛主宰 妄计为我 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 我可以主宰 当然 你看我们 身体病的时候 能主宰吗 你能主宰自己的 这个身体 不生病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能主宰 你所拥有的一切吗 没办法 静定道 这个己身踏身 具有五种不敬 凡夫不明此理 妄计则 判主 只有危险 但这个是讲的比较拼命 不是很全面 但是 也包含了 这个 一些毅力 那这个是凡夫的四电道 我们再看 这二层的 四电道 二层是无常电道 欲如来 常主法身 忘记有 圣秘 变与之下 他觉得这个 如来的常 在如来 果地境界 它是有 常乐 我境的境界 但是在二层的眼镜里面 他觉得 如来 常主法身 有 圣秘 变与之下 那其实是无乐电道 欲 涅槃 清净之乐 而即无乐 包括无我电道 欲 佛心 真我之重 妄 即 补我 包括 无境 电道 如来 常主之身 这个身 是如如理 这个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这种杂湿身 烦恼身 血热身 乃至经果残果之身 这二层 他是不明白 此理 所以他认为是不敬 那这个是 叫什么 我们秦明所讲的 就是四电道 凡夫的四电道 跟二层的四电道 合称八电道 那我们看一下 这凡夫啊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这些友情 业障众生 他行邪道 行邪道 造诸 造种种的邪业 所以说感召着 这个在 生死当中轮回 那圣文 圣文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圣文 圣文 就是文佛说 四地一正 这个地就是正理 苦经觅道 那佛陀讲 这个苦经觅道呢 众生自苦断戒 莫密 秀道 自导苦 所以秀学佛法 第一个就是 你首先要自导苦 要了之苦 然后自导苦 苦的根源 就是祭 你要 你要 这个想 想 这个想 断烦恼 断计 就是断烦恼 灭 就是灭地 就佛果地的功德 所以我们讲 第二 第一愿跟第二愿 就是让我们 莫密 莫密 这个仰慕 仰慕佛果地的功德 灭尽一切烦恼 圆满一切功德 那要想得到这种功德 那要干嘛 要秀道 所以 圣文称是 文佛朔 施地应圣 他生起 自苦断 断机 莫密 秀道之心 那 因此 秀道 密尽 这个见识 烦恼 他真的 这个 虚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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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汉 阿罗汉 这四股 这叫 圣文 但我们在底下 会 再跟大家讲 这圣文称的 这个斯蒂法 是什么意思 那 这个地方讲 夺绝 夺绝是什么呢 夺绝 就是 看到花起 化开化落 看到 化开化落 他自我觉悟 在没有佛错事的时候 那 这个就 叫夺绝 那还有一种呢 叫 圆绝 夺绝跟 圆绝 是一样的道理 夺绝跟 圆绝呢 都真的 披子佛的果报 那 圆绝是 听佛说 十二英语 他误道的 这个叫 圆绝 那我们看 这个 苦机密道 这个 圣文 他修的法门 叫自苦断继 莫密修道 那 什么叫苦地 苦地 所以 所以 秀道啊 你首先 你真正能否 能否有所成就了 首先第一步 你要自苦 自苦 就我们 前面讲的 你首先要自苦 苦是什么 善觉轮毁 生死 苦劳之意 所以在 有违法里面 有违法 就是有漏法 多含有苦性 我们在佛经里面 讲 无量重苦 总讲 有三苦 其实 总的来讲 有三苦 这个我们大家 其实都明白 三苦 对吧 罢苦啊 无量重苦 其实都是从三苦 二来 三苦 是总苦 这个 我们来 我们昨天讲 幽浮塞接近 也讲到了 三苦 第一个叫什么 苦苦 第二个叫什么 坏苦 第三个叫 辛苦 那苦苦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意思 苦 来到这个时间 投胎 你学而来 这就是苦因 得到身体 叫苦本 身体去感召到 身老病 是艾维利 怨证会 求不得 无量重苦 等等 无量重苦 那这个就叫苦苦 苦上加苦 要苦苦 那 什么叫坏苦啊 就是我们 亲密所讲到的 凡夫执着于 五欲为乐 那这种五欲啊 这种快乐不长久 它是苦因 我们通常讲 乐及胜辈 乐及胜辈啊 就是你得到了快乐 得到了暗乐 但是离坏死 也不远 这样所剩的苦劳 就叫坏苦 我们 前几天发生这个 横空事件 对吧 那些人本来是 要享受人生的 一些去旅游 对吧 想不到无常 就降临在 自己身上 错付他的意料啊 那这种就是 叫乐及胜辈 你看有很多 这个本来是 这个人病兴旺家里面 突然走掉一个年轻人 你看多痛苦啊 这种感受啊 这个非常痛苦 叫爱比尼 爱比尼之苦 我们在这个世界都经历过的 非常痛苦啊 所以这个世界 它其实没有一个圆满 你说做任何一斤 一斤事业了 你不管打拼任何一斤事情 或者你经营 一家工厂 一座道场 它就没有圆满的那一天 这个都是 升级必帅 知道 无级必反 没有一斤圆满 你说哎呦 我希望 有些人说啊 你现在辛苦一定啊 将来会好的 不可能 啊 这个 这个世界 它没有一个圆满 啊 都是这样在 不断的在变化 叫无常 啊 所以这个叫 乐及生病啊 这个就是叫坏苦 那什么叫辛苦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 感受到的这种快乐 它不住啊 在变化 牵牛不息的在变化 啊 这个叫辛苦 啊 其实我们觉得 哎呦 自己 化容愿貌啊 啊 我们昨天讲的 你看米丁照金子 越照越苦老 为什么 因为这种 啊 这个化无百日红啊 它是在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变化 变化 我们自己就很痛苦啊 所以你去照照金子 啊 我这个影像又 长了个斑啊 多了个皱纹啊 这个就要辛苦 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这叫辛苦 啊 那罢苦呢 罢苦 就是属于 苦苦当中的 在不断变化